扫描QR扣后直接进入手机互动游戏 数百个塑胶带拼凑而成的入口 既环保又创意 并透过生动的语音讲解 带你走进2019热青年互动展的序幕 但这个7号就不行 PLA 让民众自己做垃圾分类 就是互动展的其中一项体验 为了让大家发现 日常生活中的分类原来大有学问 这个的话杯盖 杯盖是塑胶没错 但是杯森啊 它是PLA 就是俗称生物分解的这个塑胶 它不能放塑胶 它要放一般垃圾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大厂牌 它应该要可以回收的东西 没想到它其实是 反而又是一般垃圾 这个东西还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人要站在上面又要好走 所以你这个扑面就没有 一块一块小石头怎么堆 才能让渔夫站得稳 渔又跑不出去呢 透过澎湖石户的小模型 也带民众了解石户文化的可贵之处 其实这有很多就是以前的学问在里面 就是前人的智慧怎么样跌得稳 然后怎么样渔会进来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模型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澎湖石户的原理 跟就是这个传统语法 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就是拆裤子 来谁要来体验一下 首次举办的热青年互动展 一共有八种互动摊位 希望透过不管是小小的牛仔裤拆线 还是投篮体验 都能带大家感受到 热青年渴望改变社会的决心 那这一届的宗旨是A选 为什么叫A选 就是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副总统 开始大家可以有动力的去做 如果你没有动力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下去 你的热青 再来是Keep Going继续前进的 陈慧勋跟陈寶英 抱着一股热血 勇敢执行心中的梦想 是这些热青年的精神 也希望将这份信念 传递给更多人 带来新闻简缘机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